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在安东尼正式签约之后 迈克德安东尼也称双方的期望达成了一致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去击败那这历史最佳球队职勇士 你能否能接受替补球员的角色 对此 安东尼的回应是 谁也不清楚 以后会发生的事情 我才签约 早前开打带说 就在近日 被老鹰裁掉的老将卡梅罗安东尼和火箭签下一万二百四十万美元的底薪合约 作为2003年选秀大会的碳花秀 享年34岁的安东尼曾先好效力于绝金 尼克斯 雷霆和火箭 生涯十次入选全明星最终 两次进入联盟最佳阵容二阵 另外他还曾带领希拉丘斯大学 也称许成大学获得过2003年的NCAA全国冠军 并将免最终自强赛猫普悟空